家我一出生的时候 事打满分的 当时医生说 恭喜你 你这小孩非常健康 然后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后来到了该说话的年龄 他不会说话 在三岁不到的时候 看医生了 说你的孩子是孤独症 当时我就对这个孤独症 上个字我不太明白 我以为是孤独 可能带他出去扫了 后来医生说不是的 它是一种精神发育障碍 当年我们国内对孤独症了解 几乎是很少很少 有包括医生在内 都不知道什么是孤独症 他11岁的时候 那一次是瞎暴雨 然后地上积了一滩水 他们跟他开玩笑了 他们说家伟你看这个可以游泳 他啪一下就去 趴在地上真的去游泳 然后把那个衣服 又是泥又是水 弄得很脏很脏 我就想我要跟别人去说 不能跟他开玩笑 因为他们不懂什么是开玩笑 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孤独症孩子的母亲 现在就是不单纯是一个母亲的角色 就是像一个斗士一样 像一个战士一样 要去战斗 就是说这个战斗 包括很多很多 就是自己要受委屈 被别人误解 然后还要去跟别人 去宣传解释 当时我就想 在上海是不是有跟我同样的孩子 就是同样的家庭 于是我就开始走 我发现就是集体的力量 好像比较强大 大家在一起 好像有一种精神释放 然后就互相打气 今天我们是每周一次的 就是手工劳动 也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个喘息 我也去考察了几个身份 但是我觉得因为孤独症 它太复杂 太特殊了 可以说那些脱养机构 他们根本没有掌握 怎么服务于孤独症人士 他们也是一个摸走的结果 于是我就想 我把自己身体搞得好 我多陪他一成 我只要能够 就是能管得动他 我是绝不会 把他送到这个地方去的 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尽早的就是 让我们家长也一起 穿越管理 这个护工 可以在我们家长的沟通当中 去了解一些 怎么样护理孤独症 我也相信将来可能 通过这个信息的传递 大家对孤独症 越来越了解 这个福利越来越好 甚至于就是 服务也越来越到位 我是这么想的